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村庄附近取土修路 谁都没有想到 土层里突然传来了金属的碰撞声 什么东西 当泥土被拨开时 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竟然是一件件青铜器 这令现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有文物爱好者认为这是珍贵的文物 便立马向有关部门汇报 随后 文物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查看 并清点了这批青铜器 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 这批青铜器中竟然有数件青铜鼎 这些青铜鼎有三个鼎足 口岩处附有两个提尔 鼎身浑圆保存完好 商周时期 人们铸造出来的铜鼎 不仅是一种主石器 很多时候 更是一种王权等级的象征 能够拥有铜鼎的人 一般有着较高的身份地位 那么 这些青铜鼎原本属于谁 它们诞生于哪个时代 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根据这些青铜器的特征 文物工作人员初步推断 这些器物属于汉代 也就是说 洛庄村的这个渠土工地 其实是一处重要的汉代遗址 那么 这个汉代遗址中 究竟还埋藏着多少秘密 它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带着这些疑问与期待 文物工作人员 进一步上报了这个重要发现 1999年7月初 山东大学考古系 和济南市考古研究院等单位 组成了一支联合考古队 当时还在济南市考古研究院 实习的郭俊峰 也成为考古队的一员 那时的他并不知道 接下来近三年的时间 他都将在洛庄度过 1999年7月8日 这一天 考古队正式进驻遗址区 开展发掘工作 郭俊峰仍然对第一次 到达遗址现场时 看到的情景 记忆犹新 我们到东边 现场一看 其实现场很乱 就是我们现在说 一号坑 二号坑 三号坑 四号坑 这都是清理完之后 给它编的号 其实当时确实看不出坑来的 只发现有些清通器 后来经过清理 我们就知道 这个地方至少有五个坑 经过简单的调查勘探 考古队员发现 村民取土的地方 分布着大小不一的坑穴 在这些坑穴的北侧 还有高出地表的土堆 这个土堆有着很厚的夯土层 其上还有一些洞口痕迹 考古队员据此推测 这个土堆应该是墓葬的封土 那些洞口可能是以前盗墓贼 留下的盗洞 而这些因取土被破坏的坑穴 其实是墓葬的陪葬坑 那么这些陪葬坑里都埋葬了什么东西 这座汉代墓葬到底有多大 墓主人又会是谁呢 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和疑惑 考古队员首先对破坏严重的一号坑 和二号坑进行了清理 一二号坑只剩局部了 后来也就清理了一点 就是铁质的铁质碎片 还有有些箭头之类的 根据这个后来我们就推测 这两个有可能是兵器坑 当然当时现场也是看不出来 在中国古代 铠甲和盾牌是人们作战时 用来自我保护的重要武器 受到汉代誓死如是生的观念影响 许多汉墓中都会埋葬着 墓主人生前所用的器物 也称实用器 根据这些实用武器 考古队员推测 诺庄汉墓的墓主人 应当是一名男性 那么他会是一名战功赫赫的将军吗 很快 考古队员又在三号坑和四号坑中 发现了新的线索 这是从三号坑中出土的碳化颗粒物 检测结果表明 它们是素类粮食 在四号坑中 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 包括鸡骨 鸟骨 鱼骨等骨头 能够用这么多食物陪葬 这说明墓主人生前 应该过着优渥的生活 无需为衣食反忧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都期待 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但这并非一事 线索不足或线索太多 都会成为解谜的阻碍 他们也会为此感到沮丧 就在考古队员苦苦搜寻 与落庄汉木木主人身份相关的线索时 陪葬坑中的一个意外发现 成为发掘期间难得的趣事 一般来说 能在泥土中保存数百年 甚至几千年的随葬品 一般是金属或陶瓷 等不易腐朽的器物 然而就在粮食遗迹的附近 出土的东西 却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还有一个三号四号坑 三号四号坑整个来说就是 它里边残留的比较多的 这种箱子上的扑手 就是栖息的痕迹 然后因为它都是木质的 都腐烂了 还有一些粮食 碳化的粮食性的东西 后来经过检测 就是一些宿米之类的 这些粮食作物 后来我们就鉴定了 这个两个坑 就应该是一个 就是仓储类的坑 因为还有一些大坑 后来就是 我们后来发现了 一个完整的鸡蛋 像是千年的鸡蛋 就是也是在这个坑里发现的 这是从四号坑中 出土的一颗鸡蛋 这颗鸡蛋虽然沾染了较多的土字 但蛋壳并没有破损 保存十分完好 仿佛才刚刚埋藏不久 在场的人都为此感到新奇 于是称它为千年一旦 在考古队员清理被破坏的陪葬坑时 他们也在勘探 这处遗址的范围和布局 他们发现 遗址有两部分构成 即墓葬和陪葬坑 从现存的风土来看 墓葬呈中字形 长约一百五十米 东西两端是墓道 已发现的陪葬坑 位于墓室的南侧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考古队员并没有勘探出新的遗迹 按照原先的计划 在清理完这些被破坏的陪葬坑后 考古队就要暂时撤出遗址现场 等待日后再做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但是遗址东部一处断崖上 似乎有一些遗址的痕迹 这个现象 一直让当时的考古领队崔大雍 放心不下 于是他带领着几个队员 在这个位置继续勘探 这一次的尝试 让当时在场的人 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一个同事 搞个小仪式 就是庆祝一下 这个阶段暂时结束吧 结果他就挖了一线土 就这一线土 突然就挖出了金黄色的东西 当时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学生 也没见过 说实话连金子也没见过 但是崔老师他因为清理过 这个双尾山汗墓 出头过很多金器 他见的比较毕竟是多 他依然说这是个金器 这就是当时考古队员 发掘出来的金器 它由纯金制成 有着怪异的造型 头顶似为变形鹿绒 嘴部像鹰晦 耳朵呈马耳或鹿耳状 既不是飞鸟 也不像走兽 令人难以分辨 当时在场的一些人 只知道这件金器很贵重 但并不清楚它为何物 后来他们才得知 这件金器有一个听起来 很奇怪的名字 它叫节约 是一种马具 在今天 节约一词意味着节俭 不浪费 但是在古代 节约有着最原始的含义 这个节约 顾名思义就是节制和约束的意思 很大程度上就是 它的各种装饰 连接的那种连接点 就用一个节约 这样极美观 因为其他能掩盖这种不足 古人喜欢在马身上 添加各种器具 很多器具都用绳索相连 以达到约束马的目的 为了避免这些绳索相互缠绕打结 古人就在绳索交叉处放置节约 节约上设置有一个或两个空心小管 当绳索从中穿过时 其形态就像竹节连着竹枝 于是马也得到了约束 这也是节约这个名字的由来 土里发掘出了金器 这让刚刚参加考古工作的郭俊峰 感到十分激动 为了保护这些金器 他们当时想到了一个办法 金器呢全部每天都清点 放在内屋的保险柜里 然后呢买上关好煤 这样就确保这个万无一失 而且呢即使这样也不敢大意 基本上就是两天就往单位运一次 这样呢就保证确保这些东西万无一失 除了这一件节约之外 考古队员还在同一位置 清理出了另外几件造型不同的节约 这件节约头顶装饰出羽毛状 嘴部也四为一秒会 表面还有只字行纹 还有一件节约 与前两件区别不大 只是头部没有任何纹事 金器的出现再次将牧主人的身份 推向更高等级 考古队员也越来越确信 地下一定还有着惊天秘密 原本打算撤出移植现场的计划也随之取消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 考古队员果然又从泥土中清理出了数件精美的文物 这件当炉是张秋区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 它通体流金 呈叶形 正面镂空 并浮雕出一批卷曲呈反S型的骏马 马头向上 前提弯曲腾空 后提反卷至身后 与前提相对 呈现出飞奔的态势 马尔犹如邪消后的竹子截面 眼睛圆而外凸 马脖上的棕毛也刻画精细 为了映衬马的动感 当炉上部使用变形钩绘鸟 和云纹带作为边框 当炉下半部分也用云纹装饰 充满飞动之感 这样的当炉造型 让考古队员想到了几年前 河南西汉梁孝王陵车马坑里出土的一件当炉 两件当炉不论是主题图案 还是制作技法上都十分相似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后 他们发现 这几件当炉与那些造型奇特的纯金节约一样 也反映出了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特征 自战国晚期 赵武灵王开始胡扶骑射后 北方草原的一些文化因素 开始传入中原地区 新的器物造型风格也逐渐产生 在器物上刻画出鸟绘 以及类似野兽的造型 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特征 除了节约和当炉之外 考古队员还在这处陪葬坑里 清理出了其他的马具 这是一件纯金带扣 整体由一个金方框和一个金圆环拼接而成 造型较为简单 也用于穿引绳索 从这些马具可以看出 牧主人或许对马有着十足的喜爱 因为埋葬在这座陪葬坑里的真正主角 其实就是用来陪葬的马匹 这是当时记者拍下的一段视频 培葬坑中的马骨清晰可见 在培葬坑的东部 有六匹马分成三对 它们头对头放置在一起 最吸引考古队员注意的 是位于培葬坑最东部的一匹马 它被单独放置在一座 既深又规整的长方形坑内 它的体型比另外六匹马都要高大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 既然同样是培葬马匹 为什么这匹马会赢得 牧主人的专宠呢 在古代 马不仅参与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 成为运载的工具 还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战马 从战车到骑兵 马在军事行动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到了汉朝 与皇室联姻的游牧民族 也会敬奉两马来彰显礼节 汉武帝就曾写过天马歌 足见两马的神圣地位 考古队员推测 这匹特殊的马 很可能是牧主人的坐骑 常年跟随主人征战四方 因此在牧主人死后 他也得到了特殊的礼遇 除了这七匹马之外 考古队员还在陪葬坑的西部 发现了罕见的十具犬骨 他们摆放整齐 个体高大 均佩戴有海背和铜环项圈 似乎也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待遇 考古队员推测 他们可能是牧主人生前的宠物 也可能是精心准备的训斗 几天过后 这座编号为九号的陪葬坑 清理完毕 对所有在场的考古队员来说 洛庄汉墓的发掘工作 进行到此刻 九号坑是最为重要的发现 这座陪葬坑中出土的纯金 或流金马具 更是难得的真品 因此考古队员 也对他们格外留心 一扰乱就能让人出来 这个说明非常浅 这个东西 必须得尽快地清理完毕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要再让工人再来了 因为工人来 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 扩大了影响 害怕这个文物的安全 得不到保证 辞退了 全靠我们几个人 就是亲自地去挖 然后边发掘 边记录 边绘图 边照相 然后把这一套发掘的程序 流水程序坐下来之后 然后把它收起来 然后每天回去 就叫专人保管 对郭俊峰来说 这个夏季的丰硕收获 已经超乎了自己的想象 他们从这座陪葬坑中 一共清理出 三百多件各种材质的马具 这在汉代马具考古发现时上 是最多的一次 其中纯金节约 金炮 共计四十件 总重量达六百多克 极为珍贵 除此之外 被惊心安葬的宠物 既体现了陪葬方式的严密 也说明牧主人的身份 绝对非同寻常 到目前为止 已发现的洛庄汉墓陪葬坑 不但有着种类多样的随葬品 而且显示出了极高的陪葬等级 考古队员推测 这些陪葬坑的主人 很可能是西汉的一位诸侯王 在距离洛庄村约六千米的地方 有一座名为东平陵故城的城址 这座城是建于战国时期 是西汉丰国济南国的国都所在地 洛庄汉墓的牧主人 难道是东平陵故城中的某个地位显赫的人物吗 他会不会是济南国的国王呢 1999年的冬季到来后 考古队的现场发掘工作 也暂时宣告结束 考古队员知道 洛庄汉墓的神秘面纱才刚刚掀起一角 从近半年的发掘成果来看 已发现的陪葬坑全部位于墓室的南侧 按照中国古代讲究对称的习惯 墓室的北侧是不是应当也有陪葬坑呢 除此之外 这高大的主墓室风土之下 又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考古发现 那些长期生活在洛庄村的村民不会想到 平日自己踩在脚下的土地竟如此不同寻常 一直以来他们都过着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朴实生活 年复一年的耕耘着这片土地 位于村西的这个高大土堆 他们也早就习以为常 在我很小以前就是一个很大的土堆 就是上去再算个糟 方圆还开得晃 种得低 就很露斗性来似的 放露斗上头也是平地地下室私放的 大龙的上头的寿司米 寿司米厂的寿司米 地下换 七十年代这个阶段 在考古队员看来 当地人所说的洞 应当就是盗墓贼 开凿在墓葬封土之上的盗洞 如果村民所说属实 那么这座豪华大墓 很可能被盗墓贼劫足先登 甚至洗劫一空了 接下来的考古计划要如何制定 这是考古队员在2000年春节假期里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几个盗墓贼 趁着村民沉浸在团圆美满的节庆气氛中时 悄悄在洛庄汉墓的风土上 埋下了炸药 幸运的是 由于风土太过坚硬 盗墓贼未能得逞 这一消息传出 考古队员意识到了事态严重 开始着手进行新一轮的抢救性发掘 2000年春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郭俊风再次跟随考古队来到洛庄村 并继续对洛庄汉墓的外围展开勘探与发掘 这一次 考古队员把目光聚焦在了墓室北侧 一开始我们光是找到这个墓室的南侧 南侧的一个区域 南侧包括它东南方向的一个区域 那它的东侧北侧还有西侧 那究竟还没有没有 那也没有答案 但是我们觉得肯定会有 所以说第二年年初呢 就为了继续做这个工作吧 就向北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勘探 不出所料 考古队员果然在墓室北侧 勘探出了多座陪葬坑的遗迹 5月21日 考古队员开始对14号坑进行清理 数日以后 这座陪葬坑的轮廓大致显现出来 城南北下 长约23米 这种规模在之前的发掘中 十分少见 为了早日知晓其中的秘密 考古队员从中部向下打了两个探控 因为洛庄这个土和别的地方土不一样 非常难认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通过勘探的方式 就人用勘探 几乎就分辨不出来是哪些是墓里的土 哪些是坑里的土 哪些是生土 非常难辨别 整个洛庄汉墓的陪葬坑有个普遍的规律 那就是它用这个 就是用墓柱啊 就打建了房子这种形式 四周都是墓柱 上面就是有横墓就横起来 构建这么一个空间 所以探存呢 如果能碰到这个灰 那就肯定是有 就在这个地方当时能判断就确实有坑 挖14号后呢也是这种情况 一开始是发现灰了 后来发现这个坑还很大 那我们就也是就 马上就对它进行了清理发掘 半个多月后 收获出现了 考古队员从坑里发掘出了一件小铜环 由于在14号陪葬坑的发掘初期 一直没有重要文物出土 因此在本以为是木气坑的位置 发现铜器这件事 被他们戏称为在沙漠中发现绿洲 他们推测 地下很可能还埋藏着其他的青铜器 正如考古队员所料 铜器再次出现了 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几件铜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他们十分小巧 顶端成圆形 底端为方形 上大下小 中间有一宽凹槽 凹槽上有一椭圆形缺口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后 考古队员才终于知道 他们是秦枕 秦枕是古代弦乐器的一种调音灵界 将琴弦绑在秦枕的凹槽上 转动秦枕 即可调整乐器的音准 在中国的古琴和色等弦乐器中 都可以见到琴枕的身影 琴枕的出现 让考古队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这座陪葬坑中 很可能埋藏着乐器 在中国古代 乐器丰富多样 自商周礼乐制度实施以来 宫廷正乐被推上了很高的地位 到秦汉时时代变迁 许多乐器和乐曲就此失传 直到今天 考古人员依旧难寻他们的踪迹 难道洛庄汉墓十四号陪葬坑下面 会存在着人们苦苦寻觅的乐器吗 随着清理的继续 这种猜想被证实了 这是当时摄影记者拍摄的一张图片 在图片当中 有三件青铜器按大小顺序 依次排列 它们分别是 纯鱼 针和夺 属于军乐器 在古代战场上 为了指挥进退 人们就用这种军乐器 来发号施令 国语记载 战以纯鱼 丁宁 景其民营 淮南子爷有言 两军相当 古纯相望 可见 纯鱼在古代战场上 具有重要地位 具有重要地位 浮雕的阴行动漫 在这些青铜乐器附近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几面骨的遗弃 通过分析辨认 他们推测其中有一面剑骨的残片 如今 人们可以通过画作 一读古代剑骨的模样 在中国知名古画 《落神复途》中 就有剑骨的身影 剑骨古身浑原 通过一立柱 与十字形底座相连 剑骨上端 以皇冠木架为盖 盖顶之上还尽力一只神鸟 木架的四角 却以流苏长带 装扮华丽而精美 古色 这些东西就没办法了 因为它本身当时就是 一种木质器 竹器或者是皮器 这种情况下 它就腐烂得比较严重了 但是我们还是仔细地清理 还是能清理出一些痕迹来 剑骨是中国最早的古种之一 也常用于战场之上 国语记载 在常剑骨 辖精禀符 万人以为方阵 人们常说的击骨进军 也是一样的道理 由于出土的纯鱼和骨等 都可用作军乐器 因此考古队员推测 这些乐器可能与牧主人出征有关 根据这些出土的乐器 考古队员基本确定 十四号陪葬坑 应当是一座乐器坑 与此同时 他们也无比期待 另一种乐器的出现 它就是边钟 边钟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 盛行于先秦时期 在礼乐制度的影响下 边钟成为地位极高的礼器 与之相应的青铜铸造技术 也登峰造极 但秦汉以后时代变迁 青铜铸造技术逐渐没落 边钟渐渐退出了舞台 因此 有关汉代音乐的实物资料 成为今天考古队员追寻的重要对象 那么 洛庄汉墓十四号陪葬坑中 会出现边钟吗 这座乐器坑中 又是否隐藏着 解开牧主人身份之谜的线索呢